整个二战七届苏德战场也是一个非常惨烈的战场 苏联和德国都有着很大的伤亡 而苏德战争中柏林战役又有着绝对的跨时代意义 因为这代表了法西斯的灭亡事实 当时的苏联已经是发起全面反攻状态 进攻德国柏林早就已经是胜券在握 但是苏联这场战役中仍然是死伤惨重 柏林战役结束之后 众人统计苏联的死亡在38万人左右 而德国则死亡45万人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苏联 那么为什么苏联还死了这么多人呢 首先作为进攻的一方 向来都要付出较大的代价 这是战争的铁律 而正是因为美国如此才会等到 苏联已经打下了柏林之后才去占便宜 另外作为德国的大本营 德国在本土上作战 自然是有着很大的优势 他们熟悉柏林的城市结构 街道路口等等 能够对苏联士兵发动不间断的偷袭 另外德国本土作战 物资供给也是比较方便的 和苏联相比就占了很大的优势 这种情况下苏联想要获得赔偿 必定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200米和苏联的苏联想要获得赔偿